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開講也有說真理長存 正義必勝 在較早之前 賓州郵政局有一名郵差擔當了吹哨人 無懼特工的威嚇和脅迫 堅持都要挺身而出 揭發賓州郵政局所涉及的一些選舉舞弊行為 他的勇氣和正義感 當然是值得市民的掌聲 除此之外 他這番的行為 亦都是感召和影響了一些同工 於是出現了第二位吹哨人 究竟這位吹哨人又爆些什麼料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亦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這個世界真是天網恢恢 疏而不留 那些賓州郵政局的主管 亂來對那些下屬下命令 始終有一天 就是指包不住火 非牟利媒體真相項目 昨天又發放了一條視頻 在這條短片當中 那名賓州郵政局的吹哨人揭露 說有郵政局的高層 告訴他們整班員工 要將拜登陣營所寄出的涵件 當成是一等信件 投帝 至於其他的政治性涵件 比如說特朗普陣營和共和黨所寄出的 一律就全部都要扔掉 當垃圾來處理 另外他還透露 說這個命令其實是在11月9日的時候收到的 當時有30個職工都聽到上級下達這個命令 吹哨人就認為 這個命令是有可能來自總局的高層 而且他還說 非常之不同意 郵政局是要牽涉到政治的漩渦當中 他還說如果是有需要的話 就可以站出來作證 只不過在現在這個時刻 他就是匿名地來拍攝這個片段 為什麼呢?很簡單 就是要免於恐懼的威脅 因為大家都看到 第一個吹哨人竟然收到這麼多滋擾的時候 這個自然就要隱藏自己的身份 是可以理解的 這個吹哨人的爆料 其實就是突顯得到 根本上賓州的郵政系統就是腐敗不堪 有什麼可能 要這樣做一個政治篩選 無非就是把政治的立場去凌駕公共服務 按照政治的立場去篩選 哪些東西應該記 哪些東西是不應該記的 但是實際上也說 那個候選人或者那個陣營有給錢 你就應該為他服務 現在搞到賓州的情況是怎樣呢? 就好像變成了2016年香港所發生的情況 當時正正就是有些立法會的選舉候選人 因為他在那些政治宣傳單章的政治主張 是不獲政府的認同和接受 所以就拒絕幫他寄出 那個候選人就叫做梁天琦 但是起碼來到說 特區政府他夠膽做就夠膽認 他不幫你寄 這個是公開的事實 反之你現在這個賓州郵政局 就做了這些偷雞摸狗的事情 完全就是腐爛不堪到極 還有一件事就是 現在這個吹哨人 就說收到命令的時候是11月9日 換言之大選都已經結束了6日 那往後所寄出的政治銜件 應該就是為了傳達真相 以及繼續做這個政治宣傳造勢用的 好了 現在你連這個傳遞真相的途徑都要抹殺它 主流媒體和這個社交平台就已經是玩了 為什麼連這個傳統的途徑都要搞了呢? 完全是說不過去的 而且11月9日的時候 你夠膽下這個命令去篩選特朗普和共和黨的郵件 那在11月9日之前 或者11月3日大選之前 你同樣就有這個膽 去篩選特朗普和共和黨票倉的郵寄選票 是不是 是不是令人有這個合理懷疑 我不是說有證據 我是推論的 不要又叫我fact check有核實 剛剛先 因為關於賓州的選舉舞弊行為 在郵局所發生的 已經有第一位的吹哨人是踢爆了 他也是願意上庭作供的 要核實就留在法庭來做 但是就不要閉上眼 說這些東西是不存在的 是假的 主流媒體沒有報過就不是真的 大家張心比己 在香港去年一整年所發生的事情 很多東西主流媒體都沒有報過 甚至乎是報相反的 難道有些事情是沒有發生過 是不是 所以當大家看到 現在這一場的選舉 搞到就好像千皇群英會一樣 那些千門八將 就各出其謀 喂 大家都理解得到這個選舉 是有多麼腐敗不堪 是需要司法有一個公正的裁決 那你沒有理由就說 叫人家閉上眼 或者隻眼開隻眼閉 去接受這個被扭曲了的選舉結果 而且大家看看 近這幾天以來的主流媒體 究竟他們是怎樣來冤禮特朗普的 先說這個CNN 他們就出了一篇報道 就說特朗普拒絕認輸 和拖延和總統當選人拜登的交接 恐怕就會帶成嚴重的後果 他們就舉了一個例子 說在2000年的美國大選結束之後 喬治布殊就針對選舉結果提出了訴訟 今天沒有料到 在這段過渡期間 就導致美國政府 推遲了派遣國家安全的團隊 而根據911調查委員會的報告顯示 當年的選舉訴訟 導致美國政府 推遲了派遣國家安全的團隊 於是他們就得出了一個結論 就說特朗普拒絕認輸 拖延交接 就會為美國帶來國家安全的威脅 現在他們所說的這件事 既非事實 而引用的例子也是不合當的 特朗普現在輸了嗎 為何三番四次這樣 都要營造一種既定事實的形象 搞得特朗普現在好像在那裡 狗言殘喘 他在那裡輸打贏要 磨爛隻 明明他就是未輸的 而拜登也是未贏的 有幾個州根本上 就未曾公佈他們的正式結果 而且也進入了法律程序 那你怎能夠判斷誰贏誰輸呢 但是他們就先入為主了 有一個不當預設 就假定了拜登一定會贏的 你這個完全凌駕了司法裁決 根本上就當司法制度沒有到 你只是假定了法官一定會判特朗普敗訴 那你怎樣去擁抱美國的核心價值 對不對 還有的就是 CNN這篇報導 引述喬治布殊這個例子 就是不恰當的 為什麼呢 因為當年喬治布殊 就是以一個在野黨的身份 來挑戰現任那個執政黨 但是現在特朗普 他本身就已經是執政當中 喂 現在美國那個國家安全的團隊 不是說坐在那裡做大食懶的 他們仍然是緊守著崗位 仍然是工作當中 況且就是如果特朗普是贏出了這場選舉 根本上就會出現一個無逢交接 就不存在說遲了通報拜登 而且特朗普團隊提出司法訴訟 是他們的合法公民權利 你怎能夠質疑他 做這些事情的時候就會影響 威脅美國的國家安全 要不要吹到那麼大 另外 之前有些媒體在那裡吹噓 說特朗普就快離婚了 跟他老婆梅拉利亞 那來了沒有 現在梅拉利亞就出了聲明 說支持特朗普 那些媒體去了哪裡 亂說的時候 說錯了又當無道 沒有發生的 除了說CNN亂吹之外 另外還有一份媒體 叫做華盛頓郵報 他們又怎樣來到車天車地 他們聲稱要引述了特朗普的顧問透露 說特朗普在這幾天 不斷跟那些顧問和盟友通電話 在對話當中流露出 明白到自己總統的任期 至少暫時就要畫上句號 揚然要在2024年的時候再參選 真的不明白了 這麼大的特朗普在這裏 你不去問他 你就去引述特朗普的匿名顧問 究竟這個顧問是真有其人 還是文藝創作 根本上就是要製造一種假象出來 就是要加強特朗普已經敗選 拜登已經是當選的這個印象 而且就是要打擊特朗普陣營和支持者的士氣 因為當你主流媒體不斷地報導這些消息的時候 肯定有些人的信心就是會動搖 就會開始覺得 特朗普也輸了 浪費了 問題就是 現在法院沒有最終裁決的時候 一天都未知六死誰手 還有就是 當法院作出了裁決以後 才大家來接受選舉結果 沒問題的 現在這一刻 仍然是全力以赴地提出法律訴訟的時候 大家就要再觀察一下 起碼在現在就不需要下一個判斷 說拜登已經是贏了 因為這個真的不是事實 至於華盛頓郵報說說說又說 有些困惑和惶恐的白宮官員 就已經開始更新的履歷表 聯絡一些獵頭公司去找工作做 這些根本上也是要打擊特朗普的形象和士氣 你說到有這些人 究竟是不是真的有這些人 還說人家開始要找工作 轉工了 因為就快沒得做了 是你這樣的意思 問題就是 香港那些左膠 或者叫做Fact Check 為什麼不見他們 去問問華盛頓郵報 究竟他們引述這些匿名的消息人士 或者困惑惶恐的白宮官員的時候 究竟這些說法是真還是假的呢 有沒有Fact Check過呢 他們從來不問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立場先行 人家說的就信到十足十 有些吹哨人實名出來舉證的 他們都說你沒有證據 我就不喜歡說Fact Check 現在你華盛頓郵報說這些 如果到最後是有人認同的時候 那我就一定要相信 對不對 但是現在這一刻 你又說拿名這樣那樣 我就會懷疑 究竟你是不是因為政治的原因 想特朗普收皮 所以就專門說這些說法出來 比如說之前其實有些媒體 引述白宮的消息人士 到最後真的有個人認同 那些我就相信 因為有個人實名來講 起碼是有個人來認同才說的 現在說這些 從頭到尾都沒有一個真人 作為一個消息來源 那我信好不信好呢 但是那些左膠就信到十足 你說是不是奇怪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